火泼开朗的景观 这一次在长情聚着欢喜做头家中演出林月香师姐 戏里面扮演常常需要煮饭给工厂员工吃饭的老板娘 今天就带来两道家常的料理 欢喜白花菜与头家豆腐根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如何欢喜做头家哦 现在新吃饭 健康特兰莱来欢迎我们大家都对她非常非常熟悉的景文 你好 派生姐好 各位全球大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景文 这个我跟你讲 因为你们这个景秀二人组 景秀大美女已经太红太红 所以常常会 人家就会把你跟秀琴两个人搞混 常常到现在还是一样 到现在还是 对啊 我就常常想说 我们两个真的有这么一样吗 像吗 其实一点都不像 但是他们就会弄不清楚 而且你们两个又经常会演的这个就是大爱剧场 对不对 还有人说是比较胖的还是比较瘦的 应该要教大家一个脸比较大 一个有爆牙 之前我牙齿还没有去矫正的时候 然后就有歌迷就说一个有爆牙 然后一个脸比较大 其实我们本人都比电视漂亮 那样没有 本人是漂亮好多哦 而且活泼又可爱 谢谢啊 好啦 那这个是呢 很贤惠 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妻 不要这样说 很会做菜 很爱吃 但是做菜我很容易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嫁人了那么多年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每次到做菜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慌了手脚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就是 熟能生巧 对 那今天就要表演一下 那今天做的是什么料理 我今天要做的两道菜呢 这个跟欢喜做老闆有关系 因为我的戏呢 心戏嘛 对 就是长情剧展 欢喜做老闆 陈思蓬是我们的老公 我在里面是一个老闆娘 常常要去工厅煮菜 给我老公吃 照顾员工这样子 老闆娘还要煮菜 其实过去那个年代 很多老闆娘都是这样欢喜 照顾员工 对 那个时代的老闆娘都是这样子 好 可以边做菜边跟我们分享这部戏 好啊 那今天你要做的料理有什么 第一道是 欢喜白菜花 第二道菜是 头家豆腐根 好 我们会打名称 所以不要紧 你都记不得就打 欢喜做老闆 好不好 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 头家豆腐根 材料有豆腐一盒 金针菇一把 黑木耳一碗 红甜椒一颗 香菜少许 姜二分之一根 调味料有盐一匙 糖一匙 太白粉一匙 胡椒粉一匙 白醋适量 欢喜白花菜 材料有白色花椰菜一颗 咖喱粉一大匙 姜二分之一根 调味料有盐 香菇精 太白粉适量 来 我们看老板娘做菜 来 首先你怎么做 一道菜是炒的 一道菜是汤的 好 那这个灰菜 要先汆烫是不是 要先把它汆烫进去 所以这是请问老板娘 都会家里有个玛丽亚在切菜 没有 没有 不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 所以你在演老板娘的时候 也是要自己来 所以那应该戏里面有很多 你在做料理的炒菜的戏吧 只是叫做用话带过 基本上都是炒好了 然后放在桌上 来 大家来吃 来 现在过年了 大家要再吃一些 那一位老板娘 后来也是师姐对不对 对 林月香师姐 林月香师姐 而且我觉得导演好棒 天人导演 因为她把我跟侍鹏那一段 拍得很偶像剧 就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真的吗 真的 她把她用偶像剧的方式来拍 对 那时候在拍摄过程当中 我觉得自己好幸福 因为我觉得说 你知道其实 像现在如果我们要到偶像剧里面 通常都已经演妈了 我都是偶像剧里面的 阿嬷 台湾一奶 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们也有演 但是没有被拍到那种 如湿如画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 对 所以长情剧展满足了 你心里面的这样的需求 对 然后其实有一段 就是我嫁给 那个沈士鹏之后 是 然后我在家 因为我是做裁缝的 然后沈士鹏是 那时候是做销售的 我们在家就一人坐一边 然后我在做裁缝 她一半枚 过来做一些就是工作什么的 我们俩就坐对边 然后她还拿那个粉笔这样丢我 然后你知道那种画面 像不像那个偶像去的画面 小夫妻俩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还不忘记那样子的 对 好溜滋 好 这个要捞起来了 好 我来帮你准备 为了要让它有口感 所以我们要把它泡冰水 OK 来 我们准备冰水 这也不能放太久 因为放太久太暖 你待会还要炒 那个口感 白花椰菜很软 白花椰菜很容易软 要加油了 加油 你现在是炒哪一道 炒这个呢 好 来 交给你 好 我想一下要怎么做 想一下要怎么做 油 油放下去 对 对不起 你不是嫁人吗 没有 我嫁很多年了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被热开水烫过 对 我全身都有拔 烫发 所以你对厨房的火 会很怕 对 好 没关系 我会保护 那要健康一点 油加少一点 然后我开火开小一点可以吗 可以 所以它对开火都会怕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在家里面应该连开瓦斯都不行 有啦 有 会怕 也是多少会煮 是 好 然后油热了之后 姜我们要切碎碎的 你要切碎喔 我帮你切好吗 好 其实这样也可以 就这样好不好 不要切碎 这样可以 这样蛮好 不要够够了 这样够了够了够了 可以 放下去 因为我们只是要一些味道而已 对 其实这个形状比较合 比较合 比较合 好 好 厉害 我们爆香之后呢 可以 让它爆香 对 然后我帮你把那个捞起来 好不好 好 我们的咖喱粉也要下去炒一下 炒香 对 炒香 好 咖喱粉就 我们咖喱粉就适量 看你这个放的菜有多少 而且我开的是小火 对 咖喱粉味道出来 我需要那个水 需要什么 不要急 好 我们慢慢来好不好 现在我们是 开大一点点 没关系 先开小火 不然咖喱小心 好 咖喱它会变成绿色 真的吗 真的 好 那我们赶快加水 好 因为我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变绿色 对 因为火开太快 然后 焦掉 可是好奇妙 产生了化学作用 随意加下去它变绿色了 好 这样子之后 加一点点 这样算一点点吗 一秒 我看小小 好够了 可以了 是 对 我只要一点点勾芡 因为勾芡最主要原因是 让它的汤汁可以跟菜 可以熟起来 就是吸得比较快 好 所以她懂是不是 你现在就是马上先要 先要勾芡吗 先勾芡 勾芡完了以后再放你的花椰菜 因为菜炒一下 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不需要大火 真的 是不是 好 你来试试看 对 再来看看 我那时候被烫到 送到医院去的时候 本来医生说不救了 没救了 因为整个烫伤很严重 后来还是就是邻居说 包在公馆有一家草药店 叫我爸妈带我去包 我就整个都像木乃一样 被包草药 所以这个孩子其实 这样生起来真的是很早以前 因为以前的医药也没有这么发达 结果就把这个小孩救起来 对 我就觉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老天爷很眷顾我 所以你看现在能够演到 就是这么多大爱的戏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度别人 也蛮好的 是啊 其实你是个很有福气的孩子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消除心中的那一个恐惧感 也是提醒各位爸爸妈妈 好 真的不要小看孩子 这么小小的受到一点创伤 其实这是重大创伤 它会影响一辈子的 对 应该好了 好了 我觉得它好了 你看这个过程 你看我们没有开大火 可是我好像没加盐 你就加一点点的盐 好 我们加少许的盐 是 还是要有一些味道比较好 比较好吃 好 今天我们就是说来帮这个 来 欢喜做老闆 是 是 然后还帮这个陶家 你要做一点心理复健 是的 现在我们把这道料理做好了之后 我们就来让你做那个 羹汤 好不好 是 好 这个部分我就来帮你的忙 把它盛起来 我来处理 好 我们这个做汤首先有这个 我们要把木耳切丝 这个欢喜做头家 欢喜做老闆 她是一个那个什么时代的老板娘 民国真的做老闆娘 应该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我觉得月香师姐 她其实小时候她的命真的还蛮苦的 都切丝 好 好 因为爸爸妈妈都遗弃她 所以她是让阿嬷带大的 阿嬷 其实对她不好 因为阿嬷自己也有孩子 那时候生活那么困苦 还要带一个 我还有孩子还要带孙 所以我们难免家里你知道 怎么吃的去 就是反正就忘吃就对了 然后就是 所以 没有给她很多的爱 没有 完全没有 甚至于那个月香师姐 因为这样子一度就是 十五六岁 就离开房子 离开房子 离开房子 就是很独立的这样 那她跟阿嬷 然后后来就是 她慢慢接触到就是慈悸 然后觉得说 其实不管怎么样 对阿嬷都是要很感恩的 那就在阿嬷剩下 那几年的时间 她有回去陪阿嬷 就是好像有一种赎罪的感觉 不然其实她对阿嬷 是有一点不谅解的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回想起来她不再遗憾了 是不是 对 其实我觉得 人生难免都有一个 缺憾跟遗憾 可是其实如果早点想通 很多遗憾就不会发生 对 其实这个也是 给大家一个提示 对不对 好 那有没有她 像这个香师姐 她是在台北谈恋爱吗 认识了她的阿嬷 应该也是 每人都没有介绍的 那个时代还需要 对 然后 沈思棚在里面 就是梁制作 梁制作它很有趣 她为了要让沈思棚 符合那个年代的衣服 她特地还去做了一个红色 酒红色的 控巴拉口 给沈思棚穿 然后她穿那控巴拉口 是因为要跟我约会 要约会 要打扮 好好笑 好怂喔 真的怂到爆 可是就符合那个年代 对不对 真的 那个年代 如果你翻到 爸爸妈妈的照片 一定都有看过 那个控巴拉口的时候 现在我们豆腐也要切成 控巴拉口 控巴拉口 都忘记那个样子了 你可以想像吗 它是民国 应该算是民国五十几年 差不多 那个时候的 对不对 好好笑 好 那这里我还是帮你看这个小火 基本上 我们要让这个汤有一点味道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姜 让它提味 对 我觉得让它提味 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那么等于说是你们两个小夫妻 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 是白手起家 是 因为沈士彭就是 本来是做业务 演的这位师兄 然后就讲他们整个 在这样子事业 啪啪的过程 对 其实我觉得 《华依奏陶格》这部戏里面 很难得就是它里面 哭哭啼啼的部分 真的不是很多 对 大部分都是很欢喜的 然后面对很多 很多人生命的一个挑战 因为毕竟 我觉得万柱跟秉辉师兄 毕竟是男生 然后他们是有那种苦尽干尽 我觉得是很激励人心的 对 其实 这也要改变了一下 大家的一个想法 是 有的时候 是 不一定是要用哭的 你说对不对 这倒是真的 对不对 现在把姜丝放下去炒 其实所有东西都切好了 对 都切好了 其实很方便 很方便 然后呢 我们姜丝炒出一点点味道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黑木耳放下去 黑木耳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 对 谢谢 黑木耳 然后我们的彩色椒 好 然后你的小金针菇 小金针菇 我们的菜都放进去拌炒 其实简单 很简单 而且又很好吃 很有益 其实汤 有的时候汤这样拌炒 最主要是让它炒出那个香味来 这样汤会更美味 不然你其实不用炒 这样直接煮汤也是可以的 其实很简单 这就一锅搞定 对 对 对不对 然后把香气炒出来之后 再加水了 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好,来 加这个水 可以 因为它刚刚汆烫过菜的 对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 然后它其实是做羹 对不对 对,做羹 好香耶 对啊 你看那香味也有 你看那个就是自然 简单的味道 对不对 就是有一种很自然的味道 你有成就感吗 你其实在家有儿会做 我其实会做 我觉得做菜一定要保持 美好的心情 这样菜才会好吃 其实你的心念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从很早以前 我们看到了这个 简文她就是笑口常开 她就是一直有保持一个 内心有个很好能量的人 对 我真的还蛮爱大笑的 好 很可爱 好 现在把这个 就让它慢慢滚 让它大火煮滚 好 然后煮滚了之后呢 因为这个是酸辣汤 所以我们要加白醋 那我们要 也是要调一点点味 好 小心不要烫到 来 香菇筋 再来 香菇筋 一瓢 好 一瓢半好了 这么大 因为这个它是羹汤 对 如果吃一点点甜 我们糖代替味精 加一点点 很好 非常好 因为它其实这些菜都蛮甜的 对 好 然后就让它煮滚之后 对 煮滚 大火煮滚之后 我们就要关文火 然后炖煮 因为这是酸辣汤 所以我们还是要一点点勾芡 刚刚那个勾芡还有一点点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然后现在慢慢的煮 然后要加一点醋吗 醋要加 但是可能要等一下 好 你看吧 这个是醋吗 对 白醋 白醋 其实如果有人喜欢吃黑醋也可以 这个是白醋 黑醋都可以加 黑醋就更有另外一种风味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再加一点胡椒粉 那就很台味了 对 白醋 白醋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胡椒粉 对 讚 好 那就香 然后在起锅的时候 我们再放 我们要加盐巴 真的是 要加盐巴 好 起锅的时候我们再来撒一点香菜 对 其实香 聞香味出来了 对 其实如果说 你们想要吃颜色是深一点的 就可以加一点点酱油 然后加黑醋 白醋换成黑醋 对 好啊 其实可以吃 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吧 好啊 来 头加豆腐根 做法是黑木耳切丝 红椒切片 香菜切碎 豆腐切丁 金针菇切断 将切丝备用 起油锅放入姜丝爆香 放入黑木耳 红椒 金针菇拌炒之后 再加入适量的水 水滚之后再放入豆腐 加入适量香菇精 糖 盐 白醋 胡椒粉 太白粉水拌匀 起锅的时候 加入适量的香菜就可以了 欢喜白花菜 做法是花椰菜切小猪 汆烫之后放入冰水冰镇 将切片备用 起油锅加入姜 咖喱粉 适量的水拌炒 再加入花椰菜 适量的香菇精盐 拌炒均匀就可以了 好 我们在戏里面 就是看老闆牛 菜都已经是别人炒好了 然后再说 大家来吃 对 要加一些 对 结果今天是自己来煮的 还真的是很棒 而且我还想说 你看这个颜色这么漂亮 漂亮 好好吃 然后咖喱味 对 汆烫一下 然后浸成水保持脆度 然后整个过程不用开大火 它就很有味道又好吃 有成功 满意没 不错 因为我喜欢它的那个脆度刚刚好 你如果没有熟 太硬 太火熟就太暖 烂烂的也不好吃 这个刚刚好 我喜欢它的脆度 就是水滚了以后 起来一定要放冷水浸泡一下 摆持它的脆度 所以你看这么简单 就像你这样子拍这个戏 这个欢喜做头夹 像你刚刚在讲的说 其实人每天开开心心 笑咪咪的去面对各种考验 它不是一样也是会过的 对不对 不一定要是这样强烈的一种悲情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老天爷 给你一些考验 其实是有趣的 好玩的 如果人生没有这些考验 那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就来吧 我觉得就是接受那个挑战 过去之后你就会觉得 其实我也可以的 像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体悟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让你产生的 其实一路以来演了很多大爱的剧场 然后我觉得也接触到很多 向人开示的话语 我就觉得也会受影响 像有一次我就是去抽那个签 就是靖思雨 我还蛮喜欢抽那个签 因为当你有迷失的时候 刚好就到靖思书萱去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 门口 收影台都会摆一个 然后那次去我记得我抽到的是 什么 真的耶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脾气很大 其实很多好事都不会进来 因为你那个气就已经挡住了 不好的气都挡住了 你好的气怎么进来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 其实我还要修 你就要调气 你本来会发脾气吗 其实本来 也不太会 因为不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 我觉得 就是很急 不知道在急 有时候不知道在急什么 很急 可是一急常常就是火气会上来 没错 一急就坏事 那我觉得 其实老天爷也是要我再修这一块 所以给你了这句话 对 你打开我想 天哪 上人怎么会知道 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 因为我急了 对 好 所以说真的 我们看到了今天 你看这个这么漂亮 又好吃的料理 然后也听到了我们这个 简文讲的 他的这个智慧体悟 那么欢喜做头家 相信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种 这个提升智慧 然后欢喜面对考验的 也一个这样子的耐力 对不对 尤其是看我跟沈士鹏 这对夫妻在里面怎么相处 我觉得很难得有一对夫妻 他们从恋爱到结婚 真的是互相扶持 然后就是真的很甜蜜的 然后一直到事业有成 对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 师兄师姐真的很棒 然后还一起同行 实际的这条道路 对 因为一直以来像 侍鹏演的这个师兄的角色 他对师姐就是非常非常的 体贴跟谅解 然后就是师姐 因为对阿嬤有一种抗拒 还是师兄跟他讲说 你要回去看你阿嬤 还是师兄陪着师姐回去看他阿嬤 所以说这就人生道路上面 善的扶持 善的伴侣 对不对 好有福报 真的 好 那么你想要知道 你应该做什么功课吗 也不妨到静思书轩 去抽一张吧 我们今天就是来好好品尝 是 我们烧的菜 感恩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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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